武汉市桥口区汉镇街上一间名为庆星的理发店 在百年老街上开业已经超过了一个甲子 今年90岁的理发师黄文祥是这家店的第一代学徒 也是这家理发店目前唯一的理发师 3月6日记者走进这家理发店看到 60年代的铸铁理发椅 有线电推剪 胡刷 壁子 挡刀布 定型吹风机等理发用品 琳琅满目 如同一间理发博物馆 黄文祥是湖北汉川人 18岁便来到武汉学习理发 迄今已经72年 这是公家的一个店子 这是楼楼的几个店子活动来的 我们那个招牌给他要是活多理发店子 当时把他翻去 不是像现在社会在活摇 那个时候把他在市场 你不学所以把西门吃饭 我也在混嘴 黄文祥当天为记者烫了一次头发 记者看到黄文祥拿出一根名为 烫发棒的烙铁 放在蜂窝煤中加热 随后他一手拿着烫发棒 一手直书 头发接出烫发棒的瞬间 冒出缕缕白烟 并散发出头发被烧焦的糊味 虽然黄文祥已经90岁高龄 步履蹒跚 但是他理发时非常稳健 看着危险的操作实际上特别安全 烫发后 黄文祥为记者进行了清洗修剪 他将该发型称之为学生头 黄文祥表示 烫发在上世纪50年代非常流行 今年51岁的油亚群当天专程 从武昌来到该理发店 油亚群称 以前住在汉镇街附近时 便经常来这里理发 黄师傅不仅手艺好 而且收费低廉 油亚群说 虽然如今该店略显破旧 但是在这里理发感觉非常亲切 他跟我在做的这个过程中 我感觉到挺安宁的 我感觉到很惬意 我睡着了 他跟我卷缸的时候 他这个节奏很慢 让我感觉到好像很有归属感一样 黄文祥告诉记者 自己全年只在过年期间休息四天 黄文祥说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 工作能够让他快乐 也能够实现人生的价值 只要自己身体允许 会将这间理发店一直开下去 因为周关了的 一关的我都坐不去 你坐的话 现在我活不成了的 我还有关键人 我内风是关键人 我去那居要两次一半 活了这干 死了这三 死了这三了 那周不成了 这一会儿